书用吗 一起来写下乘语垂涎三尺 一撇比较短 短横 那么这个起笔的这个短数呢 在这个起笔的位置呢 落笔 这一撇呢 在末尾的时候落笔啊 他是和前面那个短数呢 是有点相互对应的 这个长痕的话 写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柔一点 比较平一点 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先字 再来一撇 那比较够长一点 这个闲子呢 整理来说的话 不要扯的太开了 你看 三点水 还有这个平房 还有这个平房 它是紧靠在一起的 那么这一笔呢 就稍微拉长一点 因为破一下这个整个很紧凑的结构啊 稍微破一下啊 这一点 三子 持 头部不能写得太大了 这个尺子呢 就这里呢 稍微留点空隙的话 会看起来比较透气一点 上载下宽啊 这个字呢 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那么今天呢 对于这四个字 我们就写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 感谢大家的点赞 转发 还有收藏 下期呢 好 再见 这到四个字呢 好 再见